第二次题 二次题二次题二十五题是题主 黄金 炼金术士的梦想 中世纪的炼金术士穷尽一生来寻找 把廉价的金属转变成黄金的方法 若成功会带给他们无穷的财富与荣誉 但是这样的魔法真的存在吗 第二次题问 黄铁矿俗称愚人精化学是F1 S2 因为外形酷是黄金而得名 为什么黄铁矿无论如何断烧都无法获得黄金 这跟我们前面讲那个尿素中 没有办法得到零一样 因为尿素里面根本就没有零元素 那道尔吞原子说 化学反应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组合 其种类跟输入没有改变 我们的黄铁矿F1 S2里面根本就没有金元素 所以当然不可能会得到黄金 所以第二次题问我们说 为什么黄铁矿无论如何断烧都无法获得黄金 我们答案选的是A 道尔吞的原子说 化学反应无法产生新的原子种类 结束了